2017年春晚前的黄金30秒 小米用4457万的天价广告费 给全国人民打开了手机形态的未来之门 而如今我们即将迎来全面屏时代的第七个年头 刘海 升降 屏下 挖孔 灵动岛 手机厂商们在经历过一次次的尝试之后 似乎放弃了对极致评价比的追求 转供实用性与易用性的平衡 有人说这是推尔丘吉斯的妥协 有人说这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但无论如何 全面屏的概念开创了一个手机新形态发展的时代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正是这个时代的开创者 小米MIX初代 在正式开始之前 让我们先来讲讲另外一部手机 来自夏普的305SH 这部手机发布于2014年 三边极窄的边框让它放在如今依然惊艳无比 但这部手机除去惊艳外观 相对于一部商业产品 305SH更像是夏普秀了一把自己的屏幕技术 雷热的性能 糟糕的系统 以及非常有限的发售地区 但它并未能获得成功 也让当时没有太多人了解它 但它比小米MIX的发布足足早了两年 那看起来同样是全面屏手机的夏普305SH 为什么没被誉为全面屏的开创者呢 就让我们一起回答 拿场名为一面科技一面艺术新品发布会 2016年小米发布会 在冲击高端市场的王牌小米动作二亮相之后 雷军在台上对未来手机的形态 和一部小米概念手机看看日谈 而台下却寂静无声 甚至菲利普斯塔克上台后 观众都没想到能拿出真集 直到PPT翻开标价的那一页 不明真相的观众们才从概念机的潜意识回归现实 原来这部离谱的全面屏手机 是真的要量产发售 傲视群雄的91.3平热比全面屏 陶瓷机身 骁龙8214加128 3499 尊享版6加256 3999 8G的 应该是4G还是6G 是不是写错 这在当时 就是非常小米的配置 非常小米的价格 相比之下 夏普的无边框 305SH 更想是开创全面屏的抛端演誉 而从这一刻开始 渴望机身高端市场 小米让小米MIX 敏锐地把握住了全面屏 未来的脉搏 小米MIX初代 已经是一部发售于7年前的手机 如今回看 很多设计 依然毫不过时 最令人震撼的 当属6.4英寸的屏幕 和91.3%的屏占比 只要点亮这块屏幕 会让当时手机市场上的 任何一部手机 都显得相形见出 而17.9的屏幕比例 和圆角屏幕 也是当时全球手机厂商 从未尝试过的比例 因为对于当时的安卓手机来说 谷歌为了统一用户体验 要求安卓手机的屏幕比例 必须在4.3到16.9之间 才能通过官方的CPD兼容性测试 而据说为了突破这一局限 能在保持手机宽度的前提下 获得更高的屏占比 MIX发布前 小米高管前往谷歌总部 展示真机更长屏幕 和圆角切割的实际效果 在他们飞了17次之后 终于说服了谷歌 成就了属于小米MIX的一小步 也是整个手机发展史中的一大步 而正是这一步真真正正推动了全面屏的发展 并且也是直到这一步 我才认为这是小米MIX 能取代夏普305SH 成为全面屏开创者的原因 不过小米MIX这块6.4英寸显示屏 其实也是来自夏普 这一步也有夏普的不少功劳 当然一部手机不仅仅只有屏幕 在搞定屏幕比例之后 为了去掉额头 摆在MIX研发团队面前 还有前置摄像头 听筒和距离传感器三大难题 像我这样的自拍狂人 一年也拍不了十次八次是吧 关于前置镜头呢 当时雷军表示反正下巴去不掉 就给MIX的前置在这里找了个好位置 不过这个位置也导致了每次打开自拍 都是这种大鼻孔死亡角度 生怕拍不到你的小零食是吧 MIX给他的解决方案 也非常简单粗暴 我们可以旋转过来自拍 虽然照片质量 由于水温更小体积的前摄 也不是很出众 但至少解决在前置上头的问题 MIX的听懂部分 也是直接被拿掉的 使用悬臂凉压点陶瓷导声技术 带贴了传统听筒 驱动单元把电信号 通过压点陶瓷转成机械能 与边框共振发声 听起来很高大声是吧 其实就是让整个MIX都变成听筒 而原本听筒的位置 使用了超声波距离传感器 代替了传统红外传感器 实现了贴近面部吸屏的效果 前摄和听筒 虽然在那时候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的一个妥协 不过也带来了正面一整块玻璃的优秀观感和其他好东西 小米MIX整机都采用了全陶瓷机身 陶瓷边框质感非常优秀 没有碍眼的天线断点 甚至连开关和音亮键也都采用了陶瓷材质 而后盖的一整个设计更是惊艳 除去双色的闪光灯 后置摄像头和指纹识别模组 要没圆形星巧的嵌入在背板中 没有任何突起 尊享版18K镀金的圆环 和金色的MIX Designed by Mi相得益彰 在设计大师菲利普斯达克 物质越少 人性越多的光环加持下 小米MIX成为了小米第一次实现 整机无logo和正面无实体按键的设计 在老板们要求logo越大越好的年代里 MIX的设计确实能引发大家 简约雅致的神为共鸣 并且在当时 你一定会对手指接触背板 瞬间的触感感到惊艳 与塑料 玻璃 金属的手感都不同 就像是在把玩一件温润瓷器 当然了 电视里把玩瓷器的都戴着白手套 陶瓷器的陶瓷就会变成 嗯 这样 小米MIX陶瓷器身准确来说 应该是硬度仅次于蓝宝石的 微筋高陶瓷 虽然相对材质更坚硬 但韧性更低 整体更脆 不过高达8.5的末式硬度 属实耐磨 只要你没摔过它 并且啊 它随机送送价值299的牛皮保护壳 谁看了我不得喊一声 勒走牛皮 哎 我牛皮了 就当时来说啊 这样的配置 这样的外观造型设计 这一波米冲高绝对是成了 公出名门 意义非凡 这不比60年的云服务会员 更适合当传家宝 那这样一部优秀的手机 为什么没有成为现象级的存在呢 因为MIX可以说卖的好 也卖的不好 众所周知 小米的力胜指导是极致的性价比 想要冲击高难市场 必然得撕下原本的标签 然而雷总在发布会最后说 小米在过去这几年里面 一直坚持做感动人心 价格厚道的产品 我们希望科技不是奢侈品 科技能够走进千家万户 每个人都有机会享受科技的乐趣 这其实与当时小米的定位 陷入了一种悖论 那就是小米的定价 小米MIX高配尊享版 尽瘦3999 风头和口碑都压过了 当时同时发布的小米Note 2 于是爆炸的需求和过低的良品率 让小米陷入了两难的境避 小米MIX微经告讨词 作为机身外壳的配料 需要更复杂的这个过程 导致了极高的废品率 而且为了给全面屏让步 许多其他硬件的适配和品控 也还不成熟 据说刚发布是 良品率只有10% 这就导致小米MIX对顾客来说 性价比很高 但是从生产的角度来说 性价比极低 工业链难题无法妥善处理 售价3999 却只有非常少资源的小米MIX 一度被黄牛封炒到2万元 而问题解决之时 已被其他竞争者迎头赶上 因为卖的太便宜 失败的手机系列 MIX应该算是独一份吧 可能小米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清净所有现阶段能力做出的产品 本身生产的困难 拉长了制作和销售周期 而在飞速发展的科技市场中 想要挣回这部分研发费用 就不能清净所有 小米6亮音探索板是这样 透明电视是这样 还有当年惊鸣一品MIX Alpha也是这样 MIX设计的成功和出道及巅峰的口碑 反而让MIX陷入了自己的怪圈 为了避免出现MIX初代一样的产能问题 和保持住一块完整的屏幕 MIX2没有做太多提升 而是尝试去做的普及 MIX3使用了滑盖来保证屏幕观感 却带来了更多的缺点 MIX Fold更像是只是为了追随折叠屏潮流 而匆忙上下的半成品 而MIX4除了感觉画质倒退20年的屏下摄像头 还有很多地方反而给童年数字旗舰让了路 MIX系列发展至今 除去MIX Fold2 好像没有什么太能拿出手的销售成绩 所以MIX系列失败了吗 回头想想 当年发布会的主题 一面科技一面艺术 其实也是手机研发的命题 科技研发的突破 改变了手机的实用性和适用性 艺术设计的迭代 匹配了购买者的审美力和认同感 小米MIX作为全面屏的里程碑 在科技和艺术两面 都做出了令人惊叹的成绩 只是在科技和艺术融合的关键一步 MIX系列还一直被找到最完美的解答 虽然如今的MIX并没有满足广大爱好者 对于MIX这三个字母深深的期待 但我们应当赞美和铭记开创者的勇气 在智能手机形态逐渐趋同的今天 创新值得更多的鼓励 上一个七年从MIX开始改变了手机的形态 而下一个七年的手机又会是什么样子 全面评论会被怎样的经验设计取代 我们不得而知 但我还挺期待未来某一天在小米的发布会上 还能再次看到和当年一样 那个世界眼前一亮的one more thing 使用了传统听筒 代替了 电视里把玩淘尺的都戴着白手套 不然你的指纹 哎 我那边熬合了 谁能我回到你的眼睛 人们又是能够玩的 无诶 这可能过是突然迹时 无诶 无诶 有不诶 无诶